最近能不回来就别回了 赶紧走吧 当初离婚的时候 我让你收拾东西 你都没见你这么迅速 现在是真的怕惹我上身了 我不是 之前你问我的问题 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回答你 没可能 小秦 你怎么来了 被开除就不能来了吗 没有人开除你啊 我已经看到 商场发的公告了 中性员工已被辞退 开除我还要让我 从网上知道吗 这个事 就算要处罚我 要通知我医生吧 这太不尊重人了 不是的 不是的 被辞退的中心员工 是周晓阳呀 小杨 我怎么觉得 你这车油路有问题 油路有问题 对 不可能啊 这 不通呢 我帮我检查一下 啊 行 周晓阳 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吗 咱俩去里边 咱俩去里边 这边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你干吗要替我顶包呀 既然那双鞋是假的 我可以自己道歉 自己赔偿 你现在这么一弄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欠了你这么大一个人情 姐姐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就是一份破工作而已 我都没在意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当然担心了 你莫名其妙丢了工作 你吃什么喝什么 你还有先进 在这儿凶摩托车 你看 这事我没白做吧 你终于开始 关心我这个人了 你别害怕 我不会缠着你的 钟晓阳 你知道这件事 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 没有这件事 我都准备好 做你女朋友了 你现在这么一闹 就好像我是为了 报答你答应你的 所以我现在答应不了了 再见 钟晓芹 观众 好 哥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们记者 还有这种 深入虎穴的时候呢 这算什么虎穴啊 我原来去的地方 比这儿危险多了 你为啥会选择新闻专业 我还以为 你会选择海洋大员呢 为什么你不知道 肯定不是为了我 但是我觉得吧 你肯定是一块 当记者的好量 这年头 像你这样 人比有正义之光的人 不多了 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 咋那么好心呢 哎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这地儿呢 他们人来了 正常点 我去 真刺激 怎么知道这地儿呢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 现在我就送你去机场 我自己能解决住的地方 你能不能别逞强了 你自己说的游乐园 是你第一份工作 这才干了多久你就辞职了 你身要多少钱 够你这么换下去的 听话 走 我不走 走 走 我不是来办可怨求懂你的 我知道我有一番个理由我不该来 我的家人朋友工作也都不在上 你的生活也不应该有我 我知道我有一番个理由我不该来 我那家人朋友工作也都不在上 的 这才刚才发生我的对付 你刚才这么麻烦 我呢 你不懂事吗 我能不能理解决定 你不得吗 你不得了 你不得你 你不得了 我和你各热情细赛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会骂我 会不见我 但是我一想到 能和自己深爱的男人生活在 同一个城市 至少多了点期待吧 没准哪天走在街上 就遇见了呢 你别哄我走 求你了 我去登记啊 先生 您好 欢迎光临进佳安酒店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我想定一间大床房 好的 是两位入住吗 一位 好的 你有预定吗 没有 不好意思 需要本人来实名认证 请刷身份证请提名 好了 需要住几天 先订两天吧 好的 一共是两千 有押金五百 我还用现金吧 好 谢谢啊 您稍等 客气 正是 坐在吧 各位 客气 当然 我已经连账身份了 我已经连账身份了 你发现连账身份了 但我里面是你 我ilah 你们发现了 我自己即使得 slicedfood 你别硬让他拿着了 他爸以后来不起 我了解他 本来美滋滋的生活在云端上 儿子这一出事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箱子挺大 空了一半 那一半还是给老家人买的礼物 这是最后一点脸面了 您可别多想啊 我们会好好努力 不会让您那样的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你不是说公司最近比较忙吗 就结束了走 这还泡上澡了 你儿子就行 我又不四岁 老婆 今天挺累的 泡个澡还要打电话给你清室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世外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清室 你去看电话给你清室 我给你打了蔬菜汁 别忘了喝 我给你打了蔬菜汁 沈姐 你给我煮碗面 我不喝蔬菜汁 我要吃面 谢谢 好 佳佳 你去给她煮吧 好 好吃吧 怎么了 公司是有什么事吗 业务大了 压力有点大 我去给你煮 熊吃鸡蛋面 好 好 陈姐 你放点我来给她煮吧 慢点 好 便在这儿呢 好嘞 今天把沈杰的爸爸送走了 他说到了那边安顿好 就会跟我爸联系 你下次去见沈杰的时候 让他别太担心了 我打算从明天起 再去酒店推销一下空山茶 这样早点扭亏为盈 别让你减轻点压力 爸爸妈妈吃饭饭 快吃面 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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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久等了吧 没关系 请坐 谢谢 您这简历啊可应该更新了 您这本人的光彩跟优势 完全没展示出来 谢谢 喝点什么 好 您好 我要一杯橙汁 这个呢 是这个集团的一些基本信息 还有一些职位的体系 你看一下 跟你之前的品牌呢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 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以为就可以直接面试了 这是我第一次跳槽的时候 有猎头主动联系我 根据你的资历跟意愿呢 我帮你筛选这几家公司 目前呢 这个是最适合你的 但是有个问题呢 就是他们的入职职位 是基础销售的 军联系啊 对 没错 现在大环境不太好 热吃品呢 前几年扩张得厉害 各个品牌呢 原有的自己的储备销售呢 都已经饱和了 而且 我说句实话 都是女人 其实这个年纪 去做销售 本身就不具备什么优势 那我能问问 薪资一般能给到多少啊 底薪五千 算上提成差不多七八千 七八千啊 好 我离职的时候 月军也有一万七了 现在很多大的集团 品牌都在裁员 大家都不容易啊 所以能在这个时候 给你找到这样的职位 真的已经是最优选择了 可是这个薪资标准 我可能连房租都负担不起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了 老师您好 学费 学费我存了呀 您您收到吗 那个 那个要不我去核实一下 我核实一下给您回电话好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要不大家想想 然后尽快回复我 我儿子许向前看正好出了点事 我得去处理一下 其实呢 我们两个的职位呢 没有什么不同 都不具备不可替代性 你看 就像马路上跑过的这些汽车 看似都有一个车牌 但是如果你不去挣邮费 连上路的资格都没有 那我先走了啊 谢谢 没事 你怎么没去许存学费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